各怀鬼胎的两个人心中都迅速燃起茶案的熊熊烈火 叶昭也向皇上讨了嫁 皇上便将陪冬夏魂球的职责 暂时转给年纪六十发福严重的秘书兼牛大人 让他每天用两条小短腿撑着硕大的身子 和精力旺盛的伊诺皇子一起游山玩水 今天去东海 明天去骑射 后天去爬西山 几步路就累得他嘘汗淋漓 脸上还要撑着微笑 不要怠慢了贵客 牛大人忍了又忍 最终忍无可忍 赶紧吩咐任上京通判的儿子大力协助叶昭办案 勿求让他爹早日脱离苦海 牛痛判是个孝顺儿子 赶紧丢下其他不要紧的事物后 向金兆银禀报 点击最老练的人手 亲自去帮夏宇景破案 因为李大师没有亲人 所以屋子还保持着暗发时的情景 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和地上暗褐色的血迹很不相衬 夏宇景上窜下跳的翻箱倒棍搜查李大师藏着的私货 这张柳道人的说法应该是骗回来的真货 还有莫云青的奔牛途 咦 这暗阁里的是海外住金大师做的琉璃八宝塔 真货还是假货 这死老头是怎么弄到手的 反正他没有继承人 东西都好充公 我偷偷带两天走 牛大人 你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牛通派是个严肃到有些古板的人 他一边让人把东西统统收起来上脚 一边把某人的话统统当放屁 然后对叶昭交代起正事来 凶手杀人后立刻离开 没有翻动屋子里的东西 目的不是谋财害命 应该是复仇或其他原因 叶昭冲下一紧道 听到没有 下雨紧正爱不释手的拎着个月摇烧制的真品 洗笔剑上 随便用鼻子硬了两声 牛通派继续的叶昭道 周围邻居都打听过 半夜没听见任何怪异的声音 叶昭继续的下雨紧叫 听到没有 下雨紧把洗衣笔塞进衣袖内 拍拍负责收东西的小力道 爷先拿我一碗几天 便明真伪 确定是否远情相关 然后直接送给皇上 你知那个叫什么的负责问言说一声 他转过身 见夜召和牛通派 四只眼睛都死死盯着自己 吓了一跳 赶紧捂着袖子 赌咒发誓道 我真会玩的 牛通派语重心长道 郡王啊 下雨紧不耐烦地揉揉耳朵道 听到了 邻居没听到怪异声音 那不怪异的声音总该听到了吧 问问他有些什么 说不定也有些线索 不怪异的声音听起来有什么用 牛通派不说话冷冷看着他胡闹去 屋外挤满了四邻八里的百姓 正在窃窃私语着热闹和美人 听见问话纷纷笑起来 有几个胆大的家伙叫道 杜婆婆家的夜哭狼闹了一晚上 野猫才叫春 打羹 乌鸦叫 还有吝啬罗媳妇的声音 这家伙真不是东西 吝啬罗妈妈咧咧道 那败家的婆娘 散财的蠢货 能不骂吗 看他不顺眼的女人 都左一劲右一劲地讽刺他 你那败家的媳妇又多吃了半碗饭 还是烧菜多放了两把盐 肯定是给他缝裤子的时候 多缝个几针 嫌浪费歉呢 没见过那么不香话的男人 吝啬逻辑了 那天吃晚饭 半个群傲大的杂粮馒头 掉地上了 不过是给狗添了口 我说拿去 井边洗一洗 留着明天吃了 他居然心脏 趁我不注意 偷偷就给外面的乞丐 这还不够外加吗 众人笑得直不起腰 夏玉瑾也跟着笑了半嗓 脑中灵光一显 问 那小乞丐在哪里 吝啬罗赶紧点头哈腰道 那混账小子得了馒头就溜了 要不是半夜才发现 馒头已经保不住了 我绝不放过他 夏玉瑾又问 他经常在这附近徘徊吗 吝啬罗道 是的 这附近败家娘们多 他也不知躲在哪个角落 平时不见人影 闻到饭箱就开始挨家挨户扣门 夏玉瑾想了想问 你真不知道他住哪里 这个不太清楚 夏玉瑾摸出块银子 在他面前扬了架 然后收回去 不知道啊 那就算了吧 我媳妇肯定知道 君王大人等等我 吝啬罗跳起来 比兔子还快推开人群 跑了几步警告众人 少年是我的 谁敢抢 我就快谁拼命 他趁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迅速冲回家去 片刻后又冲了回来 摊在地上 喘着粗气 然后盯着夏玉瑾摸过银子的千千玉手 充满感情道 媳妇说 那孩子可怜人 母亲死后 居不定所 又爬个狗 便在附近那棵大绒树的树枝上 搭了几块 碰碗 睡在上头 夏玉瑾将银子丢给他笑道 给你媳妇买馒头的 吝啬罗在哄哮声中 欢天喜地地跑了 叶昭若有所思地抬头看向不远处的那棵大绒树 猛地跃起 踩着乌眼几个跳跃 穿上树梢 却见绒树高树 有几根粗粗的麻绳编了个网 像床似的掉在树压间 里面垫着条破垫子 上面还用布条绑了几块遮雨用的木板 还丢了块啃掉大半的鸡骨头 没有人 他在树之间探出头来 莫非跑了 牛通判难难道 为何这几天我们挨家挨户搜查问话的时候 没见过这个人 叶昭道 树上视野很清晰 他可能看到了什么 心里害怕 所以逃了 牛通判拍拍脑袋懊恼道 我怎么漏了这一点 再遇及安慰 没事 不要太沮丧 你还是个好官 就是墨守成规了点 想不到树上能助人的是正常的 以后要向我学习 明察秋毫才行 牛通判恢复严肃感叹道 是啊 树上助人闻所未闻 使下官疏忽了 下巨王运气真好 随便破个案 线索能守到秦来 真是有神佛庇护的高人 夏玉瑾大言不惭 哎别嫉妒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牛通判赞同 可惜下官没这福分 夏玉瑾仿佛听不出的话 就讽刺 笑嘻嘻地说 你要多去烧香拜拜 说不准神佛就保佑你了 牛通判想了想 问刚从树上跳下来的叶昭 将军从不烧香吧 叶昭不加思索 嗯 夏玉瑾顿时不闹腾了 一个人蹲角落生闷气 看牛通判派人去四处 搜索小体骸的下楼 约蒙过了半个时辰 叶昭终于想通了 开口道 我运气并不差 夏玉瑾对他的反应速度 感到五味沉杂 然后耀武扬威地看向牛通判 试图要向所有人证明 媳妇是护着自己的问 你看呢 牛通判不止人手 查探消息 忙碌地把刚刚的小事忘了 他文言 愣愣地想了会儿 以为对方在说自己的身世 赶紧感叹道 叶将军虽年少失忆 但战场长盛 保护大秦设计 报仇血恨 然后功成名就 运气当然不差 叶昭无奈地摊摊手 夏玉瑾没人理 也没事干 继续蹲回角落去 默默地思考 将来有什么狠辣手段 可以在床上 欺负混蛋媳妇用 默地摊手段